南投市造武工因电线老旧 年久未做更换 先前发生电线走火的情况 火势一路从上 烟烧至楼下 损失惨重 造成沙发 办公座椅 甚至宫庙内多箱器材造损坏 对此在今庙房澄清后 县原则证言也要及南投县政府 及南投市公所等相关单位 前往实地会堪 判协助改善 造武工副主委黄碧金表示 隔天事发后 相关单位判断起火原因 为电线走火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帮助 协助将电线重新配管 县原则证言则呼吁民众 平时在用火时要特别注意 若稍不注意 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在消防医治上也要加强 尤其电线劳旧的情况 更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这条武工会收起来 什么原因由我们专家去评判 发到这三个原因 在这些博弈就是说 我们平常做修用 这个做山杀还是用火杀 要跟小日子 不过这个手燃烧起来 一手不可收拾 几月来 破坏也很严重 希望我们以后 我们的小红官员一定要有 如果这个做电线 出来的线 年久没完也不行 改装要完 一定要完 因为我们的 宅善審命这最重要 要说所有乡村 可以注意消防安全 在会康过后 县原曾正言也表示 除了呼吁民众在用火时 要时时刻刻的注意之外 也希望县府及公所等相关单位 能够一起重视 多加办理各种消防意识 宣导活动 落实民众防火观念 记者全民俊南投采访报导